你们这一代人生活在这个时空坐标里边 你们这一代人使命是什么 我提一个问题 你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什么 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人 他生活在那个时空里边 他们那一代人坐标 使命是什么 要把我们这个民族从水火之中给怎么样 拯救出来 你们这一代人呢 我画了个什么东西啊 能看懂吗 能看懂吗 你要看懂了 你就四个字送给你 叫惊为天人 注意 我画的是国运的线 中国的国运 欧美的国运 看懂了吗 请问 这个交汇点是17世纪 这是十八十九世纪 这个是二十世纪 二十一世纪 我讲完这个以后 同学们 你此生的使命 你为什么生在中国 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人 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坐标里边 你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担当 坐标提醒 在人类历史三四千年的历史长河里边 中国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人类文明的第一梯队 我们不说都是第一 不说这个 第一梯队 是不是 这是事实 没有什么好抬杠的 事实 但是在这个时候 就同时代的欧洲 它的文明程度 社会治理 方方面面 就同时代的 你比如说 举例子 唐朝的时候 汉代的时候 宋代的时候 就同时代的欧洲 包括元代 马克波罗 那个时代的中国 有差距 中国走在前面 可是朋友们 问题就来了 问题是中华民族 那种生机勃勃的 那种吞吐天下的气象 大汉时期 哪有脱江万里的雄心 圣唐的时候 那有融会天下 为我所用的气派 所以大家读这个 唐诗的时候 都是那个时代人的 中国精神风貌 李白写诗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 离别的时候 一般人都伤感 可是在大唐气象里面 离别的时候 都可以拍手唱歌 李白成舟 江玉行 忽闻岸上 他歌声 桃花潭水 深千尺 不及汪伦宋国庆 唱歌 坦内存知己 若北林 所以你读整个之万国一官 拜免留 王伟的事 那是唐朝气象 到了宋代的时候 中国的整个气象的开阔 仍然有 所以你看我举个例子 李清照的词 你们都读过吧 那种心情的舒展 李清照还记得吗 长记西庭 日暮 沉醉 不知归路 性尽 挽回周 欧若 偶花深处 争渡 争渡 惊其一滩 欧鹿 他讲的是一个少男少女 在一起 喝酒啊 划拳行令啊 性尽挽回周 那玩的就是 没有那么多居数 性尽挽回周 而且 大家成就的时候 还要比 看谁快 叫争渡 争渡 多好的局面 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余数 男孩女孩授数不亲呢 你们这样性尽挽回周 乱了风俗 没有这种说法吧 而且很高兴 还写诗 可是朋友们宋明里学之后 春天里 灭人瑜 后来中国的生命里就开始萎缩 表现在衣服上 圣堂的衣服 什么 衣服 那女人的衣服 半个胸嘛 这是你们都知道 而且女孩的衣服 从胸口这个地方 一刀绳下去 下边全都敞开 刚才女孩讲权力 那个时候女性的权力 我告诉你 那 比你们现在女孩子 权力意识 还要自由洒脱 为什么 我这个地方 往下一梳 跟裙子一样 我吃多少 多么健硕 管得着吗 什么腰脱不脱 你管得着吗 可是朋友们 他要 你注意 干嘛 我不是活给你看的 注意 所以你刚才讲 民权 是我们这个国家 唐朝是这样的 你们都知道 学历史 可是到了宋代以后 宋明理学以后 贞接牌坊还是出现 这个贞接牌坊 同学们 我是这样来看的 你比如有的女同志 她丈夫去世了 这个女同志觉得 哎呀我也不想再嫁了 那么这种人 有个贞接牌坊 我不想再嫁了 行不行 当然行了 人家自由嘛 可是有的女同志 丈夫去世以后 自己生活不方便 还想再嫁 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嘛 这怎么了 可是那个时候就不行 沉重的枷锁就束缚了 所以中国人的 真正对人性的压抑 从宋明理学以后出现了 衣服 有没有感觉 从圣唐时期那个状态 收了 往上收了 到了明朝的时候就这样了 就是有一点小口 到了清朝的时候 没了 什么都看不到了 就是他衣服 表现了一个民族 在走向封闭 在走向江化 走向保守 所以在明朝后 中后期以后 海晋 知道政策吧 到了清朝以后 文字域 文字域 所以你读着历史 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你要知道 同时代的欧洲和中国比 它对人性的压抑和控制 比我们怎么样 严酷的多 我们还有去年今日 此门中 人面桃花像阳红 有故事啊 对吧 人面不知何处起 桃花又笑春风 欧洲你笑春风一次 你的后果很严重 欧洲你们知道 所有的说法 只要给他宗教不一致 给教皇说的不一致 烤死的 波鲁诺 那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的喝水 喝的肚子很大 然后往肚子上 从石头梦一啪 崩了 各种处罚人 整个欧洲1100年 叫黑暗的中世纪 薛历史知道这个 所以他的文明程度没有我们高 我们中国历史2000多年 没有出现一个神权压抑人权 我们没有这样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专制独裁 对人性压抑 这个有王权 但是我们的神权控制人 中国历史上 始终没有 严格意义的没有出现 没错吧 我们的文明程度比他高 这个也没有什么 马克波罗 你们知道他威尼斯的人 写马克波罗游记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对中国 那个时候元朝 实际和圣唐比 已经往下走了 那仍然把欧洲给惊叹了 那他都觉得 这个文明国家 包括福尔泰 卢梭那个时候 那对中国人都是 当然那个时候 是圣唐宋代的时候 其他不知道 满清的时候 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好了朋友们 我们从南宋的节点 是不是就开始往下走了 是吧 思想被束缚了 活力被束缚了 是不是就衰败了 往下走了对吧 但是人家欧洲 人家从13至14世纪 一步一步的 在冲破两个枷锁 一个是神犬 一个是王犬 没错吧 到了17世纪的时候 注意啊 有个人叫丹丁 16世纪的丹丁 丹丁写神曲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在地狱里边 给谁留了个位置 教皇 你们知道 赶在地狱里 给教皇留位置 掀开了 向神权进行清算的 西方文艺复兴的序幕 有一个画家 叫达芬奇 画了个谁 蒙娜丽莎 微笑 有人说 蒙娜丽莎 微笑多么漂亮 我说你的审美很宽容 蒙娜丽莎的微笑 不是她美 是她在思想史 和哲学史上的地位 原来的画 只能画圣母 天使 而达芬奇 把一个平凡的农村家庭妇女 当作绘画的主题 说明 西方的思想史 和画家的彼端 开始从遥远的天国 拉向了人间 把一个平凡的人 当作绘画的主题 听懂了吗 这是她的意 还有梵高 梵高是不是有一个 有乡仲慧啊 还有叶星空 对不对 香日葵 那个 那种 那个香日葵 挣扭 扭曲 是吧 有人问我 这香日葵怎么这样 我说我告诉你 香日葵 什么样都不重要 这是梵高心中的香日葵 梵高这么化 说明人苏醒了 人开始在艺术的描述中间 充斥了自己的主体性 把人类主体的感受 放射在整个话上 听懂了吗 西方人开始 争破神权的束缚 开始把人的尊严和自由 给呼喊出来 这就是文艺复兴 后来启蒙运动 我不跟你解释啊 就简单跟你说一个过程 那么人家从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 一旦打开缺口以后 好家伙 西方社会 咱们说几条哈 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 宗教改革 三个合在一起 思想的缺口打开了 启蒙运动 法国大革命 光荣革命 美国的独立战争 政治制度打开了 工业革命 什么打开了 工业革命 科技打开了 科技的创造打开了 亚当斯密的国务论 市场经济打开了 哎呀同学们 两三千年不如我们的这个欧美 野蛮增长 为什么说野蛮增长呢 因为西方这一次的突破 真的太快了 马克思对他的评价就是 资产阶级来到世间的一百年 创造的财富 比以往历史 说一种说得多 可是它带给我们人类太多的血腥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来到人间 创造那么多财富 或者给人类带来太多的血腥 真的吧 中国咱们就是受害者啊 朋友们 你想想 我们帝国主义对我们民族的灾难和罪恶 轻出难受 这是真的 好了 人家野蛮增长 中华民族到了17世纪 其实也开始突破了 赌黄中西 黄中西 有没有反思两三千年中国存在的专制制度 顾炎武反思了没有 王福智反思了没有 方一致都在反思 历史都在这个突破后 只可惜 17世纪1644年 发生件什么事 清君入关 李自成党皇帝 清君入关以后 李自成灭了以后 1644年顺治皇帝 在北京成帝 哎呀同学们 这一次 中国的历史在即将突破的时候 一个比中原地区的文明和治理程度 远远落后的一个 游牧部落的 占领中国了 这就是历史没法改 那么 清朝他占领中国以后 他没有接着明朝 接着黄中西王福智往前走 没有对以前2000多年制度进行清算 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体系 没有 发生怎么样了 回去了 更加比旧制度还要封闭 这一下不要紧 中西方的一下子 大家看这个曲线 拉开了 我们居居独行 被时代远远抛开了 当然了 寿司的骆驼必码大 毕竟两三千年的沉淀 既就是将要落山的时候 也有一抹彩霞 映得满天通红 叫康千盛世 朋友们也可以成为人之讲死的时候 回光反正 可是那一抹彩霞真的很艳丽啊 康千盛世啊 人口四个亿啊 可是朋友们 晚霞消失以后 是我们这个民族无尽的黑暗 民族的苦难 四万万同胞的挣扎和血泪 那么这个时候 那就打 一旦给西方交手 真的是溃不成军 为什么 它是不对称战争 啥叫不对称 你拿着机关枪 我拿着烧火棍姑娘 不对称战争 所以牙片战争的时候 英国的军队打定海的 就是浙江定海县城 九分钟没了定海县城 不对称战争 你说拿着红硬枪 在火器面前不对称战争 很可怜 好了 一次亚片战争 二次亚片战争 中法战争 一直到了某一个点 中国人开始被打醒了 哪一次 对 所以我说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 在这个谷底就是甲午海战 甲午海战是什么 两千多年以来 匍匐在中国脚下的 聪儿小国 两千多年 中国都是 你们知道 翻帮体系 日本都是向我们进贡的 甚至是日本的有些国王上任 必须由中国给他盖个章 说可以做 有一段时期 就是他是我们的翻框 是宗主国 两千多年匍匐在中国人的脚下 1894年甲午海战 在朝鲜打了不到九个小时 黄海打了不到五个小时 灰飞烟灭 所以你读中国历史 今天是这样说的 说亚片战争的失败 让中国人开始真正逐渐觉醒 觉醒以后 朋友们 就开始 有人就怎么了 大家说 就 就开始救这个国家 以前的救是什么救呢 老是在救的制度下边救 就跟人一样 他的躯体要死了 要换一个崭新躯体 老是靠救的躯体就救不了 好了 这次要换躯体了 谁啊 孙中山 率先喊出四个字 镇静 中华 孙中山这个人啊 一代伟人 优点特别多 但是呢 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中山先生犯的错误啊 就是用欧美的那套制度对中国改造 对 他就有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他的临时约法 1912年3月2011会通过的 你赌一赌 多党制三减分离 其实 鲁迅先生写诗 叫做一个皇帝赶跑了 出现了更多的皇帝 叫梦里一席慈母类 城头变幻 大王旗 是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制度 中山先生的一代伟人 但这个事他还没搞清楚 但是历史总是慢慢来 后来中山先生 开了个头 要救这个国家 但是这个国运就开始 往上有点反弹了 这个时候 中山临死的时候 他说一句话 中山说的 他说我总结四十多年为这个国家打拼你的经验 必须要唤起民众 必须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 共同奋斗 孙中山还说 他说我们中国人世界人口最多四个亿 但是全世界最被人看不起的就是中国 同学们 鲁森堡 还没有昌平的地儿大 照样把中国摁在地上搓一搓 前不平等条约 荷兰比昌平也大不多少 照样在地上搓一搓 这是真的吧 我们这个国家就如此残破不堪 中山特别难过 但是他说没办法 他说我们空有四亿同胞 一盘散沙 这他的话 我问大家 中华民族这四亿同胞 谁有能力使国运实现真正的转职 把大家凌成一股声 谁啊 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有道理吧 不说毛主席 关键人物没有说 不说共产党一个人不行 他有组织 我说的这个话 朋友们 他不是我个人的感情 我说的是个历史事实 那么这个时候到1921年的时候 注意这个点就1921年 21年之后 中国的国运 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有了先进思想的指导 有了一个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中流砥柱 这几个条件都区别了 好了 先是毛主席 然而是邓阿平 然而是习主席 划时代的人 毛主席完成一个什么使命呢 我提一个问题 近代中国 在全世界最弱 最被人看不起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国家 让他独立 能够把一切列强 就跟那个小伙子讲的 就是把一切列强 都能够积得粉 就是能够推开 让中国人能够站起来 这个功劳朋友们 就这一个功劳 这是中国五千年 旷世大共 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 朋友们 你今天可能 可能这个 学历史 你的觉着 你只是 只是文字上觉得毛主席伟大 你要放在近代中国 我说一个卢森堡和荷兰 就是昌平大地的国家 都可以採索我们 签不论条约 在那个时候 毛主席可以横扫 一切手握 将会建立独立的国家 那是 那个不容易 是没法想象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建国 我们还是在列强面前沉沦 今天他什么都不要谈 什么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没错吧 所以为什么主席那一代人 是立了 那是中国五千年 未有的大共 而且主席干了一件 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好了 我再给你讲一点 深刻的东西 中国和 就是中国和世界 有一个特点 周期率 任何一个朝代 两三百年 就不行 这个不行 你知道他背后的 这个规律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规律 你看 比如汉朝 流亡皇帝 是不是把土地 分给老百姓了吧 一分开了 开始 是不是老百姓有了公平了 干劲就足了吧 可是同友们 三四十年以后 很自然的会出现这几种现象 很自然的 你听啊 土地就开始向某些人集中 你特别能干 他们家二十亩地变成两千亩地 我最初二十亩变成五亩地了 所以五亩地感冒发烧 一脉 只能给它当电动 就是它很自然 就这种土地揭秘啊 就给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 说两极分放 它这个很自然的 还不止 在这个过程中请问 当他掌握了大的财产之后 你知道他会干什么吗 向权力渗透 对 他会向权力渗透 他会渗透向政治 他会在政治上找他的代理人 而这些公务员 就是所谓政府的官员 当他掌握权力之后 他也会向经济下手 得利用手中的权力 为小姨子小舅子儿子什么什么 谋取利益 注意这个时候就会造成 经济权力的人向政治渗透 政治向经济渗透 形成权力被经济绑架 这样一种权贵阶层 同学们 一旦到了这个的时候 你要注意 政治本来就应该是 给所有人服务的 政治 你好比说 假如说我是你们的班长 我觉得我是煽动人 我就给煽动的同学服务 你们这个是错的 我给所有的同学服务 男生女生什么哥哥什么 所有有了困难我都去帮忙 这是有点班长的样子 当然我当班长 就是为了自己入党那可耻 小人 因为你的职责是要为大家服务的 但是如果这个班长 谁要请他吃个饭给他 对吧送个什么礼物 我就给谁服务 这种人是没有任何资格掌握公权力的 听懂了吗 好 后来你查历史 这个刘邦皇帝分完这个土地之后 真正出现豪强地主 和这个权力掌控经济 汉武帝的时候就有苗头 汉武帝就很严重了 后来汉武帝就强行的让豪强地主 离开他的庄园 就迁到文帝和景帝的那个皇陵方面 实际上就是强行的要 实际上就是这种手段 可是呢武帝还可以有这个能力 经过后来的昭和宣 昭帝和宣帝 到了汉城帝的时候 我对没有能力了 豪强地主开始续养家丁 就是你们学历史知道 豪强地主养着 我告诉他养着是几千个人 而这个时候其中有一个案件 就是在长安有一个县令 就是有一个豪强地主的手下 打死了一个人 这个县官去抓这个人的时候 豪强地主家的家丁 比县令手下的兵要多得多 这是真实的历史 后来不了了之 所以到了汉城帝的时候 权贵勾结在一起 使得正直已经不能为全体人民服务 而只是某些权贵代表的时候 正直已经要死了 只能眼睁睁地等着改朝换代 听懂了吗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书代子叫王莽 王莽啊 尝试着还想救一次 所以他主政以后 其中一个书代叫土地国有制 懂我今天讲课了吗 他说国有制 就是要重新实现 刘邦皇帝那样的一个功名 其实他没有能力 因为这个时候权力 和这个经济的深度的勾结 已经没有能力 最后是王莽下场很可怜 你们都学历史 对吧 最后只能是刘秀 借着绿林耻妹其异 然后再杀一批豪强 纷纷土地 又维持了一百多年 移植到三国并利 同学们 毛主席那个时代 你们知道吗 为解决我说的这个历史周期里 建了一个天大的功劳 土地公有 毛主席彻彻底底 经过53到56年的社会 改造土地公有 这个公有 你们可能不了解 我在北京生活 你听好了 二十多年 比如说你在北京有钱人 你想买地 北京的地 我告诉你 农民的地 你没有购买的资格 那是集体的 集体所有 国有的 这种使得你再有钱的人 你想掌握大量的不动产 没有机会 因为这个土地 它是集体所有 在这个时候 你说你家里再穷 但是这个土地是你的 再穷都有饭吃 你说我土地要卖 你没有资格 土地是集体的 养活你 你不能像私有的时候 造成土地兼命 听懂了吗 主席在根上把这个问题给斩断了 而且我告诉你 主席的土地国有志 两千多年以来 底朝天的真正做到的 就是毛主席 我们都吃他的红利 我随便跟你说吃他红利 你们坐高铁都问你 你坐高铁 一两千里路 三百块钱的 这条价 那国家不得赔死啊 因为 我等三人我把你送来 你也得给我两千块钱 它是咋回事呢 我告诉你咋回事 它这个土地啊 我们这个土地 你比如北京 修到这个上海这个高铁 如果是美国土地私有制的国家 你修不了 中间有三十万个资本家等着你谈判 因为我说三十万就形容一下啊 我给你谈谈 你说了一亩地三十万美金 这个资本家是四十万美金 那个资本家五十万美金 最后我一拳手 我啥也不谈 一公里我也不修 修不了 我党不是 修 一划线 修 国有 缺点是什么 可能对个人的私有财产权会有所侵犯 优点是什么 社会进步 极小的社会成本 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提升 你们喝的水 北京的水 你们知道北京的水 一多半都是南水北调的水 就北京自己的水费 南水北调的那个水库叫什么 丹江口水库 丹江口水库 毛主席那个时候修丹江口水库 那里一个县的人都搬迁了 如果是资本主义社会 你搬迁试试 不是给他多少钱 比如我是个资本家 我就不搬迁 你也没办法 但是毛主席那个时代 说搬就搬了 当然你说对私隶财产权 有没有侵犯 可能会有 但是他就了一个 他所产生的效益 太大了 同学们 所以我说中国法学 公权和私权 你们可能通过历史 有了解的更多一些 所以毛主席底朝天的变革 大型水库 基础设施 我们今天能够飞速发展 包括土地国有制 那个时候都建立了基础 两弹一星 国家的尊严 那更不用说 所以主席那个时候呢 他是打了一个底儿 打了个底儿 累积过来的 那一代人过得苦啊 说你的爷爷奶奶过得苦 可是朋友们 人都有这个过程 你们就降服啊 我上学的时候 还有吃不饱饭的时候 我上学还吃不饱饭呢 你们的爸爸 我跟你们的爸爸妈妈年龄差不多 就这个年龄的人 你听他小的时候 他有时候不容易啊 你看 所以说有人说 毛主席那时候过得很穷 我说你这个话没良心 有人家那个时候的穷 才有你今天过得好 他就总是跟你的家族一样 你爷爷奶奶的不容易 和爸爸妈妈妈小的时候不容易 才有了你今天上学有学费 他是一个国家给人一样 他就有这个过程 我说你凭什么 对毛主席那时候吃不饱饱饱 他没有办法 一百多年都被人打得嘴外掩斜 刚建国百废待兴 是不可能立即过得负的六油的 这是事实 没有 这是事实 好了 毛主席那个时代 他的任务完成了 当然他有问题 有问题 我们需要去反思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只说他的历史功劳 下面再看 小平 小平付出以后 毛主席打完底之后 活力释放了 是不是 这个释放以后 那就真的是飞速的增长 当然前提是那些基础都有了 好了 可是这飞速增长的时候 同学们 我刚才讲历史周期里里边 值得反思的东西出现了 这就是历来都有的豪强的勾结 同时掌握权力的某些人 这个官那个官 开始给小姨子小舅子插手经济 造成庞大的家族利益 有没有这种现象 有 同学们 中国历史周期率 一个极止危险的事情就要出现 这当然是个牙 还没有说伟大不掉到这个程度 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了 在这个时候 到了我们的领袖习主席 那这个时候我就得问 如果我们的习主义这一代人痛下决心 要斩断 你是豪强资本 向权力集中 拉圈子 斩断 你资本的作用 第一个你自己也过得好 可以 你还必须带动别人都好 就是资本还要带动劳动者 叫共同富裕 这个我给你点赞 但是你想渗透国家权力 让国家权力为资本服务 对不起 切断它 这是一个 另外 您当部长省委书记 大量的审计权 土地权 给了自己的亲属 造成什么 大量的经济都垄断在自己手里 造成权力向经济渗透 要不要切断 要 要切断 那这个时候 我就问 我们就要习主席 习主席如果在这方面 真的是断下决心 中国未来的 真的是百年的繁荣 没有问题 因为他把出现 大型波折的这个根给斩了 所以习主席 现在你看到的 在做这个事 就在做这个事 所以朋友们 今天你看到 中国社会的变革 包括这些小影星 影星下手 这个影星下手 背后它有资本 同学们 我还跟你们说 四五年之前 我在社会上讲课 给谁讲呢 给那些演员讲 我就问那些明星 我说你们有几百万 上千万的粉丝 你们究竟想把 你的粉丝引向何方 我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同学们看我这句话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现在出现了光明的前景 大家想想 从李自成进北京 现在三四百年以来 中国今天遇到的局面 在世界格局里面是最好的 同学们 我们这三四百年以来 像中国今天 在世界格局的位置 今天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虽然还没有冲顶 但是我们真的是最好的 这一次 可以说现在是冲顶最关键的 这几十年 你们这一代人 同学们 你们争气 就是把中华民族 送到世界舞台中心的那一代人 同学们 你们这一代人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就问他影星 我说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啥花这个曲线呢 同学们 欧美一直发展 到了三百年 它的优势 优势释放殆尽以后 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衰向 新冠疫情 某种程度的 把西方社会治理 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 你歌颂它也没有用 这是事实 那么这个时候 中华民族应该说 立冲顶还有不少距离 可是这个曲线将来会交合的 在交合的某一个时候 请问 欧美是愿意放下 说中国崛起 走到世界舞台中心 两千多年 人家北来就是老大 我就认了 美国是 欧美是真是这么想的 还是说他会 对 他会在关键的时候 给中国沉重一击 阻断我们民族复兴的竞争 同学们 你们责任重大 这个世界恐怕就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 如果你清醒 你们这一代人对国家 我是中国人 根正描红 我认同我的国家 我热爱我的文化 我对我民族高度的自信 任何风吹一打 惊涛巨浪来到面前 那时候粉碎之 可能那个时候 美国也没法下手 因为叫不战而什么 屈人治兵 如果我们这一代人 对国家认同 文化认同 民族认同 如果真出现问题 有的时候可能 不需要别人一击 光培养一点内奸 就可能把你这个国家 就搞乱了 有没有道理 所以我说给大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 应该说 三百年来出现最好的前景 可是同学们 前景的辉煌 和背后经历的考验 是成正比的 叫多有希望 就会有多大的苦难 有没有道理 你的高考成绩有多好 和你吃多少苦 经过多少打拼 除了个别人之外 基本上是成正比的 大家认可吗 同学们 我告诉大家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一定要想清楚的 所以我跟那些演员讲 我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需要 需要钢筋铁骨 需要一个一个 经历无数摩担 挺起国运的钢筋铁骨的时候 我问那些演员 我们你们这些男演员 妥着红锤锤 红粉红耳钉钉 你为什么呀 我说某一个男孩子 说了某一个男孩 对不起 我就喜欢像女人一样 我尊重你 因为这是你的个人的选择 但是你作为一个演员 你有几千万几百万的粉丝 我就人为的把一个 本来应该有阳刚之气的中国少年 非得搞的女人气 胭脂气 我认为这样做不对 自己是他的选择 你不能这样引导他 后来我说完之后 男演员当场摘钉钉 就当场摘 后来我告诉他 我说晚了 央视的新闻就有你 后来我一次给广电总级中宣部的领导们讲 他们说郭老师你呼吁的好 我说你这话说的有问题 我说我可以呼吁 为什么 我是老师啊 我没有办法 我说你们这些演员 要培养钢筋铁骨 不要把中国的男孩的整体 引向女人气和脂肪去 你们不能呼吁啊 因为你中宣部 国家广电总局是制定政策的人 你就直接制定政策 什么样的演员 他就不能出现 你要出政策 这政策都出来了 所以我 为什么我呼吁这个呢 因为我知道这个国云 就是同学们 那有人说了 我自己称为什么 是我的自由 但是你自己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作为影星 你是公众人物 你背后有几百万 几千万的粉丝 你的一句一动 就不是你的自由 你得考虑到社会的影响 有道理吗 因为你通过几千万的粉丝 你赚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你同时不想承担社会责任 这是不对等的 听懂了吗 你享受几千万粉丝的荣耀 赚那么多钱 出个场都是几十万几百万 我一次到西部去讲课 那个市委的宣传部让我去 问我客室费 我说我客室费不高啊 其实就是一点钱 宣传部说 郭老师太贵了 太贵了 他一说这个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我问你 你请某一个明星 十五分钟到你的演出 你给他三百万 那十分钟出场 唱一首歌 而且老走调 三百万 我要给你全市的初级干部讲课 要 我讲的东西 全音全意为人民服务 你的干部听了以后 几百万人民受益 连人家三百万的零头的零头都没有 我说一个可以造福你几百万人民群众的一堂课 难如不如影星的十分钟吗 我说这就是一个社会出现的急性 有道理吗 后来我说完之后 那个宣传部的同志还没让我去 他说就是贵了点 我说你给人家三百万 为什么不贵呢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个社会啊 这就是实话说 十多年之前出现的社会畸形 就是该尊重什么 什么是对社会最有用的 我给高中生上过课 我说你们喜欢吴亦凡 你喜欢他什么 他是让你灵魂深处受到了洗礼 他是让你的人格得到了升华 他是哪一句话可以低档你的心灵啊 他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你 我就奇怪了 后来我经过这件事以后 我就知道了 我一定要和他一些明星争粉丝 后来我就抖音 后来我告诉大家 同学们 后来我也抖音 抖了一年多 粉丝有六七百万 抖一抖 当我有六七百万上千万粉丝的时候 我再给一线的明星 对不起 一线又能怎么样 我也是顶流啊 后来我真是这样 我说那你明星 所以说我给明星讲课的时候 我说你有一个比较知名的演员 在喜马拉雅 哎呀他说过来说你喜马拉雅 他说这么几百万粉丝 他说我才几十万 我心里想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文化的魅力 什么意思朋友们 后来我就发现 抱怨没有用 只有这些人老是给青少年产生影响 如果你想对青少年的正确音疗发挥作用 你只能站在前台去 光呼吁没有用的 大家说对不对 所以我给大家报告啊 有一次我给年轻人讲 我说你喜欢谁是你的素质 你说追个性 我其实并不是说你做的不好 我是问 不能那么迷 迷的连基本的人格都没有 迷的是父母很辛苦的钱 花在那些不值得的事情上 那不应该 有道理吧 迷的连基本的判断力没有 连基本的是非没有 不能这样 所以我给大家报告这个国运的曲线 实际上这三百年的国运 中华民族从二十世纪开始起转折 在毛主席共产党手里手握乾坤 国运开始往上走 走到到今天为止 习主席应该说是为未来的 所以习主席说 一百年过去了 共产党交了一份答卷 是优良的 但是下一个百年究竟怎么样 习主席没说我一定做得多好 他说我们又在赶考的路上 一说赶考就体现了这个党的清醒 赶考意味着打不好卷子 你是不及格的 所以我特别高兴 只要清醒犯错误的可能就很小 明白吗 怕的是得瑟和张黄 所以我告诉大家 现在你说一百年过去了 你的成绩还可以 可是你下一百年 我说了刚才说伟大不掉的问题 下手再切 所以说到这里以后 同学们 你们责任重大 你们这一代人 同学们 就是未来的这一代人 说个大概的时间点 2040年左右 2040年 你的年龄多大你们 30多岁是吧 同学们 你们最粘幅力强的时候 就是求学走到设委岗位 最粘幅力强 斩露头脚 那个时候朋友们 你们这一代人 如果我说钢筋铁骨 发自内心的对国家的认同 民族的自豪 同时一点都不封闭 天下的东西都要学过来 就好比说对美国 有时候我说过时 你对美国的态度 我说越打压越学它 学它还一定超过它 有道理吗 所以我给大家报告 你们这一代人 就是把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的国运 要充顶的 而且我还告诉大家 你们这次带的这个国运 你们多伟大呢 你们会创造中国历史上的 更古未有 为什么呢 有个记者采访我 他说问我 他说郭老师 他说这次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如果你预测一下 跟汉唐怎么比 就是和汉武帝 和圣唐比 我说远超汉唐 这记者就说 他有那么伟大吗 我冰箱的伟大 你的脑袋里想不出那么伟大 为什么 我给你讲道理 请问 汉朝的对手是谁 匈奴是吧 同学们咱们平行而论 匈奴当时的文明程度 和社会治理水平 整体上比汉朝低 认可吗 匈奴就是骑着战马 拿着万刀 冲击力强 就是他可以迅速抢你的牛羊 粮食和女人 他抢走就走了 他的治理水平不如我们 这是真的吧 所以汉朝灭了匈奴 只是灭了一个文明程度 不如自己的对手 没错吧 唐朝呢 突厥 突厥的治理水平 给大唐比 能比得过吗 比不过 所以我们战胜他 什么高朝西域 也没什么 以干西都府 也没什么 今天不说 今天我们这个民族面临的对手 是三百多年以前率先发展 两百多年曾经在世界舞台上 遥遥领先的欧美 我们这次真正的复充 冲破美国打压我们你们都知道了 冲破他的打压 结论是欧美所有的优势我们都学了 而且我们有五千年的底蕴和文化 再加上我们这个民族的创造 结论是天下的东西为我所用 融会包括欧美在的一切优势融会过来 惦记五千年文明的底蕴 让中华民族要创造出一个比现在所谓欧美所代表的文明形态要高得多的一个新文明 你们这一代人 你们这一代人 所以我说我是个垫脚师 我们这一代人是垫脚师 你是有人说 因为我是研究什么 他说我 郭老师你们能不能成为大甲 我这成不了 他说你谦虚了 不是谦虚 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 他有坐标系 我这一代人就是要通过我的唤醒和启蒙点一盏你的心灯 让我们这一代在国运托起最关键的坐标的这个点上的每一个人 懂得我说的话 然后你们这一代人 我告诉大家 生活条件 我受教育跟你们还不一样 我们小的时候受的好多教育不像你们 你们今天接受的很多教育 实际上是可以出大甲的 各方面的 我们那个时候在改革之处很多不成型的时候 优点就是创造力好一些 爆发力强一点 但是他很多不成型 今天的很多东西 方向清楚了 你比如法学 到你们这一代人 我们基本看清楚了 欧美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而已 我们将来的文明程度要远超他 这一代人已经清楚了 而绝对不是说欧美就是天 不是这样的 他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环节 听清楚了吗 在你们这代人都看清楚了 所以这一代人是要真正创造新文明形态的一代人 所以我作为一个 我是垫脚石 踩着我这个垫脚石 唤醒大家 我们这一代 你们以后到哔哩哔哩上 要讲爱国主义 我说我问你 我讲一个是 清华大学的何赵武 何先生 何先生是1921年出生 西南联大毕业的 学中国哲学 我的博士后 博士后导师叫张启志先生 张先生和何赵武是师兄弟 都是侯外卢先生的学生 所以何赵武100岁 他是1921年出生 2021年就是整整100岁 他讲一件事 我听他讲 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 这个北京城被日本占了 他当时就在这个北京这里 他当时出去 我告诉大家 这个北京城被日本占了以后 所有进北京城门的 你比如德胜门 东志门 进城门的 建了日本人鞠躬 公务营的鞠躬 所以我们老说人权尊严 有人说那我是中国人 我凭什么向日本人低头 低的慢一点都当场同死 何赵武亲眼所见 何赵武说 他说我们上大 我们西南 他说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 他说我们像日本人 就是 他说可是不低头就死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一个国家沦丧的时候 不要谈尊严 所以我经常说 同学们 你们这一代人 如果把国运真推到那个程度上去了 我们这个民族 今天你们知道为啥社会有的时候管得会严一些 同学们 冲顶就是走到舞台中心 就跟同学们 比如说这个爬坡 最高的坡 我带大家爬 我爬坡的时候 拉了几千斤的东西 这个时候同学们 最关键的时候 你不能说风凉话 那个时候谁要说风凉话 都得整谁 因为那个时候稍一松进 是车会人黄啊 懂不懂 真的绝对冲顶了 没有对手的那个时候 大唐的气象 所谓的宽松才会来 最关键的时候 是要少说风凉话 多做众志成城的事 朋友们 国运的这个搏击 有的时候我告诉大家 有的时候在历史上 一旦错过了 万劫不复的 中华民族这一次的复兴 如果我们真冲顶过去了 欧美怎么压不住了 这是一种前景 如果这次真的是错断了 欧美恐怕不会让你再有复兴的机会 听懂吗 所以只有一条路 一定冲过去 你们这一代人啊 就是你们这一代人 现在我们给美国的差距还不少 有些地方当然比它有优势 凝聚力啊 向心力啊 组织力啊 都有 可是日国有没有 人家三百 两百多年的底子啊 我们建国也只有七十多年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多东西 当然我们华为什么 有些技术也开始有些 但是还有好多东西 我们要清醒啊 它的制度多档制的消耗啊 什么等等 它内耗什么都有它的缺点 可是它也有它的优势啊 有道理吧 所以我想说 高度清醒 非常清醒 所以我给同学们讲 知道自己的使命 这个坐标系 懂得了 这叫觉悟 知道这个了 同学们 你们以后上课 可不是简简单的小男生小女生 也绝不是自己的那一点悲欢离合 你是站在一个大的时代坐标下的一个要托起国运的一代人 同学们 我相信啊 但凡听过我课的人将来总是会有一两个了不起的人出来 我坚信这个 当年这个毛主席读湖南一诗的时候 第一堂课杨昌记讲的 杨昌记讲的一个两个字 励志 你们知道当时湖南一诗和北大比是不是学校也是一般 可是我告诉你 毛泽东蔡和森 你们知道中国近代史上最了不起的 我跟你说几个学校 在中国历史上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 湖南一诗这是一个 抗日军政大学这是一个 黄埔军校这是一个 西南联大这是一个 就这几个这些学校我说的 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鼎鼎大力作用 所以我在想 我说出这个作用 我猜想一定这个种子种下去 会在某几个或者一些人心里边 这个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 未来在2040年前后 真的是中华民族 国运最顶顶尖级 要走冲顶的时候 我相信听过我课的人中间 一定会有了不起的年轻人 记住我的话 把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和落下去 我相信这句话 是你吗 是吗 你看看 是 非我莫属 这个劲儿要有啊 所以孟子阳500年必有王者兴 舍我其谁啊 这不有吗 我的同学大学毕业20多年 见了我 他说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后来我就告诉他 我让你见一见 我让你见识一句话 什么叫孟子讲的 大人者不识其赤子之心者也 我说我所坚持的东西 一个人对国家的斗定 对文化的斗定 对民族复兴的使命的担当 我哪一点错了 我问我同学 我哪一点坚持做了 他说你做的都对 都对 我为何要改啊 我从不为让岁月流失 而让我变得有一丁点的世俗 所谓的圆化 我仍然是那一副少年的样子 虽然年龄大了一点 心是这样的 所以我见了我的很多同学 二十三十年不见的 见了特别亲戚 甚至有人掉眼泪 他说他特别愿意跟你聊 他说一聊就是曾经大学的样子 我说说的再早点 高中的样子 为什么 同学们记住我的话 正确的东西 多少的风吹浪打 赌定的 有一个 上一次一个学生问我 说郭老师我是党员 他说有人说他入党 就是为找好工作 他说我听得特别难过 入党就是为了 有好处 他说我特别难过 他说怎么能这样入党呢 后来我就问这姑娘 我说你难过什么 你难过什么 任何一个时候 都是有各种人 任何一个时候 都是有各种各种 重一点叫混子 但是也有 焦裕露雷锋这样的人 所以说那些人 你难过什么 那些人是成就你的 正因为那些人的存在 才懂得碎寒 然后之松博之后叼演 才知道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 正是有那些人的存在 你得笃定 如果姑娘 我说你真是全情 为人民服务 用一生的努力 写一个赤字之心 才是你的伟大和度定 难过什么 成就你的地方 对不对 坚持是对的 干嘛要改 是不是 所以同学们 你们来了以后 给正华大学的 大三大四的人一接住 我今天说的话 你能撑多久啊 你能撑多久 你看我 我94年上的大学 94年的本科 二十多年了 对不对 我还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我刚才告诉你了 我哪里错了 我对这个国家的认同 我对这个民族的责任 我对为国储财的这份使命 哪里 没错 没错我为什么要改 错了我可以改 我没有错 哪里改 是不是个道理 所以同学们 你们以后参加社团 参加什么的时候 注意不要让那些 现代所谓的事故 沾染了你 反而用你的笃定 和赤字之心 去开出一个新风气 有没有道理 有 这才是少年 这才是新时代的 中国好少年 不鼓掌 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 我也是 我就这么做的 我今天给你们讲的 不是说 同学们 不是说 我就是给你们说 我就这么做的 所以我感染好多人 对吧 我感染好多人 我也这么做 说到这里以后 朋友们 来到政华大学 真的是把底座要做大 为将来承担更多的责任 要打基础 有道理吧 欧美天下的东西都要学 融天下的优势基础 不是用它来 简单的去模仿它 绝不这样 来创造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文明 这个新文明 比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文明程度要高 比今天的欧美为代表的那种文明性还要高 中宣部有一次他们征修意见 找到我 他说 郭老师说 这个什么叫文化强国 文化强国 我说中华民族这次复兴如果不能创造比欧美还要高的文明形态 你就没有资格说文化强国 如果你跟在欧美的屁股后面追随人家 你就更没有资格说文化强国是要为整个人类文明引路的 有道理吗 有道理 又是你们的责任 也是我的责任 我说了就是我的责任 我就在做 我也在写书 我也在讲课 朋友们我给大家说一句话 力智要大 做人要实 有人说 你就是个普通老师 说话那么大 我说不对 对吧 为天地离心 为生命立命 这是每一个人都该有的 可是力智要大 可是做人要实 我的每一堂课我就很实 我和每一个青年朋友交流的时候就很实 听明白了吗 所以我志向大 那是我的心胸 可是我做事 哪怕我是个很平凡的人民教师 我把每一堂课 写的每一本书 说的每一句话落下来 那就是很实 有道理吧 也许这一辈子 咱就是很普通的律师 但是我一辈子为民族的复兴 我的做公司 这就是很实 但是我身份很平凡 不代表我背后的那个意境不高远 有道理吗 这叫意境要高远 做人要实 结合起来 是不是个道理 好朋友们 这个很高兴啊 我看见你们就高兴 你知道为什么 我看见你们就知道国运要来了 从2000年之后 2000年的这一代人 新千年出生的孩子考进大学 我忽然发现天变了 根儿仍描红 不是从你们这一代人 同学们 有三界了 根儿仍描红 一下子发现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骨子里边不崇拜欧美 就是绝对不是说 欧美就是天就跪下来 还真大 还不是 对自己的国家有认同 对共产党有认同 我就发现春天要来了 国运要来了 因为这一代人起来了 后来我也调研 我说孩子 我说为什么这2000年 我说你们这一代人 开始这样子呢 有一个小伙子 跟我说 有好多观点 他很典型 他是郭老师 他说我们这一代人 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互联网 我们从小 它是天下的事情 他说互联网 各种事情 都是相对来讲 知道不封闭 第二个 他说我们在上大学之前 他说 父母带着我们旅游 他说我们也出国去 他说我虽然 欧洲没待长 他说有半个月的时间 交两块钱 跟着旅游团出去 他上高中中学的时候 他说我亲眼所见 他说在巴黎 他说那个大白天 怕钱包被抢 导游不断地告诉他 他说吃饭呀 带人节物啊 整个就是外国社会的 治理治安都看到了 他说没有去崇拜他的理由 他的问题都摆在那里 他说我们有我们的问题 他们有他们的问题 可是他说我的根在中国 他说这是生养我的国家 我要我的根在这里 我很清楚 他说我为什么要崇拜呢 哦我就在想 这个给我 哦这一代人 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看过了 你好比说 新冠疫情刚出现的时候 你们看那个 公知们怎么说的 他说哎呀 这新冠疫情要是发生在美国 人家的治疗制度 人家的医疗保证 人家的公共服务 那迅速都解决了 这是这种新冠疫情 就是开始 就是公知是这么说的 很多人信呀 很多人以为真的是这样 可是后来美国 真有新冠疫情的时候 也杀脸了 才知道 他的社会治理水平 综合的调动 民族精神 社会价值观 这一堆的问题出现的时候 最后躺平了美国 老子不治了 群体免疫 其实你们知道吗 这是事实吗 到这个时候 当然公知不说话了 可是你们知道 这就对青少年 一个极大的教育 没必要 就是既然是 就是说到这里 美国有没有用点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的 但是绝没有再跪下来 吵崇拜他的理由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同学们 这就是国语 一个国家要起来 最基本的 对自己国家 都定的自信 我们这个国家 一定会成为世界上 顶顶了不起的国家 这个特别重要 同学们 咱都看不起咱的祖国 咱都看不起咱的老百姓 咱都觉得 咱这个民族素质低 这个民族永远起不来 有道理吗 自作孽不可化 所以说 从2000年以后 我就知道国运要来了 我特别高兴 我就再说 我说 人有时候这个国运 这就是你们这一代人 如果哪个老师在课堂上 再引导你 给公职一样 不但引导对共产党冷嘲热讽 对国家冷嘲热讽 欧美怎么样 不那么好引导了 因为这一代人 已经好多事看清楚了 大家知道 今天的中国不是89年的中国 都懂这话吧 今天的欧美 也不是顶峰时期 硕硕放光的欧美 它的衰向开始出现 所以我说这个话呢 这个字叫与时俱进 但是有些人永远就定格在了 八十年代他三观形成的那个里面 我的责任就是点一盏灯 那是个人的天命 但是我要说 奋斗谁都有天命的可能 不奋斗 永远不会有你的机会 有没有道理 有 大势在那里 看清楚 所以同学们 大势来的时候 谁在大势 睡着大势走 就会被大势拖起来 谁赢着大势 谁就会被烟消云散 有道理吗 有 哎呀同学们 千载难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创造历史的一代 我给大家报告 今天我们一学 你学中国历史 最让你激动人性的 是不是汉武帝和圣唐 未来几千年中华民族学历史 你们这一代人 就是让后来无数子孙 心旷神怡 激动人性的那段历史 就是那一段 哎呀同学们 真是要努力 说我说这一代人 你不是哪一个人都生活在这个时期 但是你的命就生在这个时空 你可要对得起这个时空啊同学们 你可要对得起这个时空 不是谁都能生的时空 有一次一个小伙子给我讨历 说郭老师你说这 我问你 我是小伙子 我说你如果生在八十年前 我说 我给那小伙子讲 我说你记住我的话 再好的个人命运 抵不过国运 再好的个人命运 抵不过国运 你比如说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的命运 他个人的命运 比如像马云一样 是亿万富翁 他的命运好吧 但是他就出生在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 国运不好 纵然他是亿万富翁的命 可能刚出生的那一刹 一个炮弹落在他家院子里 整个家族就灰飞烟灭了 有道理吗 有人说 我就是个打工的命 你出生在了今天这个时候 或者说八十年代以来 国运在上升 就是打工的到城市里边 好好的做工 讲诚信 好好的劳动 就打工 娶个媳妇 成一个家庭 有儿有女 也没有问题 我说的对不对 国运 托个人的运 同学们 所以说同学们 一定要把国运给托起来 所以我经常讲 你爱人民 就爱国 把国运托起来 人民的福祉才有了依托 对不对 好啊同学们 奋斗吧 好啊 我也没看时间 同学们 我给大家讲课 如果说 我就一点课试费啊 我跟你讲的那个点的 我就赶紧下课了 但是我要完整地表达一个 你们这些使命 我多上几个 多长时间 我的气力的消耗 我没有顾忌到 这是真的吧 这就是我对教育的担当 和对你们的责任 下课 应该怎么回应ниц攻击的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观看